這套功法之所以叫做液晶晶 是可以增加我們雞肌膜的彈性跟張力 提 按掌 提 按掌 放鬆吸氣 吐氣握拳 夾腿喔 透過這個一張一鬆的過程當中 增加我們的氣力 而且增加肌膜的張力 在觀看接下來的影片之前 請先確認你有沒有訂閱我們身體智慧的頻道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請先記得按下方的訂閱 訂閱是不用錢的喔 還要記得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做的目的是可以確保我們未來上芯片的時候 你可以收到芯片的通知 就不會錯過未來精彩的內容喔 這套運動可以讓你在一鬆一放一緊一鬆之間 鍛鍊出血管的彈性 讓你促進血液循環是最棒的血壓管理運動 這套運動人人可練 讓你輕鬆好上手 在沒有障礙的情況之下 不知不覺可以增長氣力 預防肌掃症 這套運動可以鍛鍊我們的 筋膜的張力網絡 尤其是前線 深前線 前背線 手臂線 等等的筋膜的張力跟彈性 可以鍛鍊得更好 所以可以讓你青春逆臨 抗老化 還在等著我們 讓我們一起練習 中國式的養生運動 我們接下來要練的這套工法呢 是太極通閉門的易晶晶 又叫做百日宮 在坊間有很多的版本 像是全本易晶晶 真本易晶晶 洗髓宮等等的版本 那麼大部分的版本 你看到的都是少林門派的 這一系傳出來的 那我們這套工法呢 是我的恩師 張敦系將軍 張敦系老師 傳遞給我的 那他是太極通閉門的名家 他一直從小就在練的工法 那他手上他是第四代 然後再傳到我這邊來 那如果再不教 可能就失傳了 所以現在趕快分享給大家 那我記得我們當初在練拳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 在中國文化大學國術系 那我們就到老師的家裡 在木柵 然後呢 一大早的時候 我們要必須先練這套易晶晶 還有另外一個工法 叫做盡力六功 練完了這些基本功之後 才能夠進入太極跟通閉拳的學習 當初呢 有非常多高血壓的人 來練了這套易晶晶之後 都說療效有多麼好多麼好 我們大家不妨可以參考 那麼接下來我來說說看他的原理囉 這套工法之所以叫做易晶晶 是可以增加我們的 雞肌膜的彈性跟張力 他透過幾個方法 比如說我們的按掌 不握拳 翹指 提跟 我們的下蹲 夾腿 透過這個一張一鬆的過程當中 增加我們的氣力 而且增加肌膜的張力 所以有三件事情特別要請大家注意 第一個關於呼吸跟力道的使用 他永遠都是吸氣的時候放鬆 吐氣的時候用力 因為吸氣的時候我們熱扣會打開 然後吐氣的時候呢 我們的腹部的力量會收縮起來 所以核心會有力量 所以從核心來往力量往外延伸出來 所以吐氣的時候是用力的 所以吸氣放鬆吐氣用力 這是第一個法則 第二個法則就是我們用力的速度 他有幾個動作呢 吐氣會比較快 因此這個力量有點像發勁一樣 把力量用勁道的方式 就是快速的出來 可是很多動作呢是發力的方式是 用吐氣的時候會比較慢 所以發力的方式要慢慢的增加到最大的力量 就一點點用力慢慢到最大這樣的力量 所以這是發力的速度跟用力 永遠跟呼吸配合也是要注意喔 第三件事就是次數一定要做36下 他之所以叫做擺日弓的意思是說 他要持續的練習100天喔 那麼每一次的單次就是要做36下 然後我們做了這幾招之後 一直連續100天 你這個張力就會出來 就斷練的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來練習看看 這個所謂的易晶晶 白日弓他練習的方式獨特在哪裡 你一定會喜歡的 跟著我一起練吧 第一招叫做按掌提根 就是我們把手臂拿起來的同時 踮腳尖 然後保持在空中 表持平衡 接著你身體是完全的放鬆 接著往下 腳跟著地 震動地面的時候 提根 力量要灌於指尖 充射在勞弓穴的感覺 所以整個提起來放下 提 按掌 提 按掌 提 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所以這個動作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在吐氣的時候是快速的 然後 手發勁 定住 然後再提起來 吐氣 這個動作保持36下哦 來側面給大家看 提吸 提掌 然後按掌 然後吸 吐氣 吸 拉高拉到極致 這個手要有張力 吸 吐 第二招叫做翹母翹子哦 第一個拇指的是大拇指 第二個指是腳趾頭 所以翹起大拇指 所以手要往內放鬆的抓回來 大拇指翹好往下壓 所以力量要灌在大拇指上面哦 所以這樣子 拉開 往下壓 大家試著做出這個動作 很簡單的動作 可是要有點擴胸 力量往下 順著我們兩邊 力量往下 順著熱斜處 往下壓 可是翹起腳趾頭呢 你要勾起腳 屁股會稍微往後退 這樣子才能保持平衡 你不要只是這樣子翹 動作稍微可以翹出來一點 讓你的腿筋有拉開的感覺哦 好 具體的動作是這樣的 吸氣往胸前收 往下壓的時候 吐氣 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吸氣 吸 吸氣 好 這個力量就像我講的 要從一開始 50分力 60分 70 80分 90 100 所以你要把全部的力量 往下壓 OK 所以要有力量慢慢的 隨著吐氣慢慢增大 吸氣 好 側面給大家看 好 一樣 手拉起來 勾起腳趾頭 好 36次之後休息 第三招叫做握骨屈膝 剛才大拇指是翹起來 現在要把它收起來 四個手指頭把它包起來 好 那包起來特別注意 關節活動度比較差的人 在包太裡面的時候 他關節可能會痛 你自己就要小心不要包得太裡面 所以 這樣叫包裡面 就不要包那麼太裡面 可是你越做越練 你的角度就可以增加 那比較理想是把大拇指整個包在裡面 包起來 這叫握膜 那麼 屈膝的意思是 第二根腳趾頭朝向正前方 與寬同寬 第二根腳趾頭朝向正前方 屈膝的時候記得要朝向第二根腳趾頭的方向 所以不要變成往內夾了 好 原地不動 量身高 保持張力 吸氣 吐氣 下蹲 握緊你的大拇指 好 吸 放鬆 吐氣 握緊 吸 吐 慢慢握到越用力越好 吸 吐 來 吸 吐 來 吸 所以這個手臂要用力 吐氣要用力 好 側面給大家看 不要過腳尖 吸氣 吐氣 這樣就可以了 來 吸 吐 吸氣 放鬆 吐氣 用力 好 不用蹲那麼低哦 一點點就好 來 吸 吐 吐 好 所以要那種重力往下沉的感覺 重心往下沉的感覺 是第三招 第七招非常的厲害 叫做頸拳夾腿 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 因為在頸拳夾腿的這個夾腿的過程當中 可以誘發我們的身前線 所以是從我們的腳底一直到指頭 內側 一直到大腿的內側的肌肉 甚至於誘發到我們的骨盆底肌 那這整個肌肉怎麼運用 就從腳底往內夾 整個內側也要往內夾 所以你看不到我的動作 但是我的大腿內側是往內靠近的 腳底又往內靠近 這個時候同時要忍住大小便 也就是說你的骨盆底肌要收縮 好 再一次我吸氣 放鬆 吐氣 夾腿 忍住大小便 吸氣 放鬆 吐氣 夾腿 吸氣 忍住大小便 好 這可以啟動你的 內在的那個 內核心 好 這個動作 配合你的手部 往內夾 所以 手臂的內側線 也要往內收 所以 放鬆 手腳都收 吐氣 的時候 大腿往內夾 冷住大小便 手同時 握拳 來 吐氣 放鬆 吸氣 吐氣 握拳 夾腿哦 吸气 吐气 夾腿 冷住大小便 吸气放松 吐气慢慢有力 放松吸气 然后冷住大小便哦 同时 放松 OK 那从侧面看 你可以看到 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它很内在的动作 除了我们内夹之外 可以看到内在 那个冷住大小便 骨盆底继 瘦缩的力量要训练出来 好这是第四招 第五招叫做举臂提根 它的关键在于 我们提起手臂的时候 不要耸肩 所以肩胛先稳定往下沉 把肩胛想象往下沉之后 再把手举高 这时候你深呼吸感觉一下 如果你觉得呼吸很闷 代表你手呢 绷得太紧了 你的胸阔的肌肉群 太紧绷 你可以先暂时 回到前面一点点 不用提那么后面 但标准是要越后面越好 好往前提一点点 让你的呼吸 还可以保持顺畅 然后往上延伸 往下脚跟放实的时候 你的手握拳全身用力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再一次吸 吐 吸 肩胸脚稳定 吐气 吸气 吐气 好 这个动作的关键在于 你能不能在举起手的时候 保持很好的呼吸 然后一样跟第一个动作一样 它的发劲用力是比较快速的 请大家多留意 第六个动作叫做拉肩翘指 顾名思义要把肩膀拉开 所以大家试着做一个动作 把手握拳交叉在胸前 然后拉开 扩胸的这个动作 那手不要摆得太高哦 那要有点夹起来的感觉在这里 要把肩胸挺胸扩胸 所以它是用收缩后方的肌肉的概念 OK 好 所以把手放这里 打开到这里 那一样 放松 吐气 到这里 加上翘指 翘指的时候特别注意 我们在翘指的时候呢 不是做弯腰的动作 是做骨盆曲欢的动作 不是骨盆弯腰这个地方松开 所以不要这样弯腰做 是直接曲宽 好 曲宽 把这个屁股围推出去 背打直 这样才能够拉到后面这个腿筋 好 我们具体来做一次看看 好 量身高 延伸来握拳 放松 吸气 吐气 翘指 同时拉肩 来 吸气 吐气 好 这个力量是比较快的 好 侧面给大家看 吸气 吐气 吐气 OK 试试看 蛮好玩的 第七招叫做屏蔽转腕 我们这个手腕一般是 如果一起用力的时候是不能动的 可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 其实你要用力的去转它 用力的去转它 那么手臂放平之后 你去转它的时候 配合呼吸怎么吸呢 用力的往前往上的时候 吸气 用力的向下的时候 转下半圈的时候 吐气 我们再做一次哦 来 放松 两身高 手臂放好 好 这是一种等长运动 接着我们再做 转手腕的动作 吸气 向上 吐气 向下 降较一圈 转36圈 然后吐气 向下 再来吸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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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开始你练不到36圈 先做12圈也可以 OK非常简单的动作 但是做完之后 你就觉得手腕非常的松哦 来试试看 这个动作叫做脱甩提翘哦 脱甩指的是上半身的脱跟甩的动作 提翘指的是提跟跟翘脚指头的动作哦 所以这个动作呢可以训练到我们的动态的平衡能力 所以很多人在做的时候他会发现到没有办法停留太久 那你就停留少一点点没关系 如果可以在踮脚尖跟脚指头翘起来过程 停留久一点那你就在训练你的平衡能力 而且我们透过身体的重量在提脚跟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的阿基里斯健有很好的润滑跟训练 所以我们人的老化跟身体的弹性 其实从我们的脚跟那个地方没有力量开始 所以这个动作也很重要 来我们实际来练习看看哦 来往上提的时候吸气 往下压的时候就吐气 来踮脚 脚跟踮起来 吸气 吐气 吸 吐 吸 吐 吸 吐 吐 吸 吐 吸 吐 吸 吐 OK 我们侧面给大家看哦 好 一样往上延伸 脚尖朝向正前方 吸气 吐气 吐 吐 吸 吐 有时候会不稳定的时候没有关系 赶快回来就好了 吐 吸 比较难的是勾 那你们要练习那个平衡感 吐 吸气 一样吐气是绷紧 吸气 吐气 记得要曲宽不要弯腰哦 这样叫曲宽 老师做错误给你看 这样叫弯腰 不要弯腰 吸气 吐气 OK 好试试看还蛮有趣的 做完身体都热起来了 推也有训练到的感觉哦 我回想起来呢 在我在跟着张尊熙老师学太极通臂拳的时候呢 我很喜欢练拳 想要研究那些学历 可是我最讨厌的就是在做练拳之前的这套功法 因为我觉得蛮无聊的 那个时候呢老师知道 看得出来我蛮不喜欢练这套功法 但他很坚持一定要练完这套才能够往下练 他跟我说这是我们武术家在练武术之中一定要学会的 一定要练习的这个发进的方式 就在这个白日功里面 那时候我不懂 现在才慢慢的了解到 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不像是我们去健身房 使用大重量的器械那样的刺激 可是他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去感受到我们吸气 跟吐气之间的身体的关系 同时去感受身体的肌肉的收缩跟疏放之间 有什么样的不同变化 所以他是很核心的很内在的很内感知的一种运动 而且他没有受到空间的限制 而且可以增长你的细力 可以增长你发进跟用力的能力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筋膜运动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血压管理运动 这套易筋筋又叫白日功的功法 除了青壮年很适合练之外 更适合练的就是我们的长辈引法族 那尤其我们的爸爸妈妈很多人呢 他其实走路很缓慢 跳也跳不起来握力也不见了 医生都告诉我们要小心父母的肌肉流失的问题 可能有肌少症的危险 因此他们最适合的功法就是什么 就是今天这一套 所以如果你觉得内容不错的话 除了按赞跟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外 不要忘了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长辈们知道 让他们也能够练习这些武士后 先人流传下来的中国式的养生运动 好了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希望我未来分享更多中国武术的功法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